这就是常山赵子龙的故里 历史上与北京城齐名的郑定古城 您还能够想起那句话吗 我乃常山赵子龙也 您见过这么大的温城吗 这不得一下子歼灭掉一个军团啊 经过1600年的沉淀 郑定城里的国宝级文物随处可见 据说赵匡义还为此放下了一个郑定之宝 谁找到就是谁的 您看这跑马道是不是非常的沧桑 一旦战况紧急 教师们就可以骑着战马 直接冲到城墙上面去作战 并且战车一些物资也能够运送上去 还有一点 因为郑定古城 成员是明朝时期所求 按照朱元璋的指示 每一块城墙砖上必须得有工匠的名字 以及监工的名字 一旦出现什么问题 那是要杀全家的 所以这个工程质量那是杠杠的 现在跑一个U8上去 也不成问题啊 这个虎演熟不演熟 08年奥运会的开幕史 用的就是它 长山谷 这郑定古城里面 竟然有四座唐朝时期新银的谷塔 并且保存的十分完整 这在其他古城里面 那绝对是非常少见的 这也切下说明了郑定古城的历史 非常的悠久 这个就是老板红楼墨的拍摄地 郑定荣国府 刘姥姥进大官员 进的就是这里 到底长什么样子 关注老铁 下一期带大家一起走进荣国府 这里就是赵云庙了 赵云就是真定人 古时归长山郡管辖 赵云七斤七出 才救出厄斗 长板破一战当中 更是成名 被百姓尊称为长盛将军 这个就是我们赵云将军使用的大枪了 足足八十斤 我来试试啊 确实不好舞动 这个就是你来镇定 一定要来这里打卡的龙兴寺 赤剑龙兴寺 皇帝下之剑的赵匡印 留下来的宝贝 就在这里